福禄寿关华协会长期以来积极推展老人照顾工作 并在普里镇大城里活动中心举办社区照顾关华据点 而为了让老人能够训练手脑的灵活 日前也邀请到老师来教导会画课程 透过圆形与线条训练长者手眼协调 让他们能够延缓老化与预防失智 让身体更健康 尤其是老人的关华据点 他们也很用心去带我们的地方去照顾 一直以来都有参加他们的活动 希望能够继续来支持 把他们建筑更多建筑的建筑 来让他们这些老大人有更好的活动的空间 我都有考量到长辈他需要的一个 可以让他很自在的去画画 那曲线就是要让他手的流畅度要有大胆的一个 去让他去表现出来 身为终身福禄寿关华协会会员的县议员吴国昌 也特别到场与长辈们同乐 吴议员表示福禄寿关华协会课程非常丰富精彩 不论是绘画 跳舞等等 都是要帮助长辈能够更健康 他也会继续来支持福禄寿关华协会的运作 让长辈晚年生活能够更健康快乐 国昌当局也真正关华 厚老师有体育协会 所以今天特别来跟县长 再次看到这些市场 他们的绘画的技术 绘画的工夫进步非常多 看他们做会的 共同 中等 用关华的基点来用餐 让我们社区非常好协 非常丰富 国昌也很让我们这些市场 大家都身体健康 我们厚老师关华协会 可以回去来关心 业务继续续续做好 我们这些区域的长辈 副议长潘一泉肯定福禄寿关华协会的用心 也期许长辈们在福禄寿关华协会的用心照顾之下 晚年退休生活都能够更加丰富精彩 记者陈维一普里采访报道